这份评估报告指出,中共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,表面上伪装成全球发展和投资,实质上是掠夺性的在全球扩大起影响力,为中共军事力量部署奠定基础。 报告揭露,北京已与147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,2005年以来在全球投资2兆3千亿美元。 欧洲的德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希腊、匈牙利等国家都受到影响,德国让中共并购汉堡港一个码头营运商的股份,就是其中一例。 此外,中共提供的融资和投资,让许多国家掉入债务陷阱,还通过侵入式技术在各地制造技术依赖,比如从2012年到2020年,吉布地获得了中共14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,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%。 中共的半导体产业政策也瞄准了欧洲和英国、华为与法义、晶片制造商、义法半导体合作,共同设计移动和汽车相关晶片,最终在美英政府的干预下被制止。 中共还造成恶意影响和政治干预,包括压制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批评、威胁各国政府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等。 迈考尔呼吁拜登政府采取全面行动,追究中共的责任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、陈茜综合报道。 《文化両值关系》